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心过高通中高端的骁龙7系列的芯片 以前我们这帮发烧友对于骁龙7系列是有点不屑的 因为它和高通的旗舰8系列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之前的730G、765G、778G 它们的CPU都跟旗舰差了不少 GPU更是落后一个世纪了 外围的差别也很大 就哪怕你拿来做影像旗舰它的ISP和AI算力都不够格 而去年的骁龙7竞翼更是因为用了三星工艺制造而被玩家们群潮了 不过这些现状高通自己也都清楚 尤其是在去年中高端市场慢慢被竞争对手重视之后 骁龙7系列的竞争力就成了高通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今天他们也总算是把这张答卷交上来了 我手上拿着的是高通的第二代骁龙7 Plus的工程机 这个东西我现在已经测完了 真的感觉……有点意思 那么这个第二代骁龙7 Plus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呢? 废话别多说 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骁龙7 Plus Gen2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的规格有点厉害的 首先它是拿台积电4nm工艺造的 其次它的CPU 你就先猜猜看它是个什么CPU 好 谜底揭晓 它用的是一颗X2 三颗A710 四颗A510 咦? 合着它这个CPU和骁龙8 Plus一模一样是吧? 这7系列总算也是用上真超大核 不过频率上它定的就没有像8 Plus那么激进了 大核2.91G 中核2.49G 小核1.8G 这个频率和骁龙8更接近一些 缓存方面 7 Plus Gen2和8 Plus一样也是提供了6MB的三级缓存 不过它的SLC系统缓存被减到了2MB 这说白了不就是一个青春版的骁龙8 Plus吗? 确实是有一点像 那它不会真的和骁龙8 Plus是同一颗芯片吧? 我们看别的部分就知道了 像GPU部分 这颗7 Plus Gen2采用的是Adreno725的GPU 听起来感觉好像和8 Plus上的Adreno730显然不是同一个东西吧? 我告诉你 它还是同一个东西 这两个GPU在核心规模上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频率差得非常多 8 Plus的GPU可以上900Mbps的高频 而7 Plus Gen2就被限制在最高580Mbps了 580Mbps这个GPU的峰值频率也忒低了点吧? 梦回865时代了 但别看它峰值频率低 它规模可是实打实地摆着 在和8 Plus同屏下的性能是完全一样的 其它的外围配置也很有意思 像是ISP的部分 7 Plus Gen2也首次支持了18位的3ISP 等于这个7系在影像特化的机型上总算也是可用了 还有AI部分 我们跑了一下MLperf的AI测试 7 Plus Gen2在语言理解一项上落后8 Plus比较多 但是别的部分都和8 Plus接近 比起七景一来说 AI性能确实是堪称飞跃了 7 Plus Gen2和8 Plus可能区别比较大的地方 就是它们的基带了 7 Plus Gen2搭载的是X62基带 5G最高下载的是4.4G带宽 相比8 Plus上X65基带的万兆下行 它这个速度上限低了不少 不过WiFi这一块一样是可以支持到3.6G的WiFi6E 拿8 Plus淹出个7系来 这感情好啊 有了8系级别的规格 我还挺期待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不过在我们极客玩这里 光看参数是没有用的 实测出真之码 所以赶紧咱们就先来跑一个Geekbench 5的测试 看一看7 Plus Gen2的CPU性能如何吧 诶 好像确实还行啊 单核超过了1200分了 多核则是接近4000分了 这个极限性能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 对于一个7字头的平台来说确实是非常强了 和上一代的7000一比的话 单核是暴增了49% 多核则是同样提升了47% 真的是史诗级增强了 相比隔壁的天玑8200呢 由于7 Plus Gen2有这颗X22的超大核 单核上面是有绝对的领先优势的 而多核方面这两位倒是挺接近的啊 当然了光看个极限性能还不够意思 在咱们这儿能效曲线才是重头戏 对吧 我们这次也是测出了7 Plus Gen2的完整能效曲线 看起来它的体质似乎确实是要稍逊于8 Plus 同工号下8 Plus的机型性能是要来得更高一些的 这个我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 当然了 这个能效差异也有可能是QRD工程机造成的 这里也提醒大家工程机的数据仅供参考 我们等到零售机出来之后 还会再来测一次能效看看了 本来8 Plus的能效也就马马虎虎吧 毕竟A710的效率还是不够高的 所以细出同源的7 Plus Gen2的能效也差不多能猜到了 不过比起上一代的7 Gen1来说 它这个能效已经是称得上飞越了 尤其是中高频部分的表现根本不是一个次元 不得不说用上台积电工艺之后 你不一定就能做出最强的能效 但你一定不会做出最烂的能效 再来看一下GPU部分吧 即便是大幅降频之后 这个7 Plus Gen2的GPU规格仍然是旗舰级的规格 并且是新的Adreno700架构 性能自然还是非常强的 这个峰值性能已经超过A13的水平了 比起865、888和天玑812那是强了太多了 相比上一代的7 Gen1甚至强出了超过一倍的水平 其实7 Gen1那时候用的GPU规格并不差的 它用的是降频的865GPU 但是Adreno600的老架构落后的有点多了 这两年咱们就数GPU的提升最大 你跟现在的GPU比那差的可太远了 再来看看能效 7 Plus Gen2的GPU和之前的CPU一样 不管是不是工程机的原因 反正峰值能效会略微逊于大哥8 Plus的机型 但差的并不多吧 中低频段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能效水平 而且Adreno730这个GPU本来就极具竞争力 所以7 Plus Gen2这颗同规模的Adreno725 能效上打赢天玑8000甚至天玑9000也就没有什么好意外的了 我们看完能效曲线了 基本上7 Plus Gen2就是一个符合预期的表现 猜都能猜到 那么问题来了 7 Plus Gen2打游戏的时候又能不能发挥出性能来呢? 不如我们现在就来跑一个原神看看好了 分辨率数下来倒是没有任何问题 标准的720P 考虑到工程机测试5G可能并不准确 我们这次前瞻就先来看高画质25度WiFi环境 标准虚密声跑图的测试表现好了 哎呦 7 Plus Gen2果然不负众望 跑出了还算让人满意的原神性能 测试的前11分钟都可以维持在平均56左右的帧率 这段的中和大盒都是跑在2.4G左右 整机功耗可以达到6.8W 光说这段释放比较好的部分确实还行 能效锐逊于8 Plus机型但还算可以接受 不过这台工程机撑不了太久 最终还是会降频 30分钟下来平均51.6帧 整机功耗6.3W 从性能来讲 确实要比以前的骁龙77机型强了太多太多了 这七景一玩原神简直是各种卡顿 几乎是不太能玩的一个体验 而7 Plus Gen2已经能够比较流畅的玩了 这个表现相比天玑8200的K60E来说 也是要明显来得更好的 毕竟这7 Plus Gen2就是8 Plus的CPU嘛 旗舰规格下放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这种大型游戏了 更多详细的游戏测试 我们就等到7 Plus Gen2的零售机上市之后 再来给大家做了看看好了 今天就算是简单前瞻了一下骁龙7 Plus Gen2的新平台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7 Plus Gen2满不满意呢? 在我看来这个东西实际使用起来的感受 并不会和8 Plus的机型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能够把中端机的价格做到1500-2000左右的话 竞争力还是很足的 期待一波后续零售机的表现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杰克兰店 看看各种周边、鼠标店、T恤之类的 也别忘了看看我们的频道 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